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702集 大理寺父亲觉察到侯启长的异样 有些不喜的皱了皱眉 自从前任父亲因为牵连进老秦家京都谋判事后 他在这个位置上坐得顺风顺水 如今竟是连监察院也要看自己的脸色 他实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不错 人人都知道小范大人厉害 可是难道他还能不讲理道来破口大骂吗 父亲大人很明显对于侯启长的表现不满意 贴了一眼栏杆那边坐在范贤对面的那个胖子 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唇角微巧 释出一丝鄙夷的笑容 眼眸里的嘲讽之意十足 范贤喜欢和他那个傻大舅子一起玩 这是京都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却也是官员们极为瞧不起的一件事情 虽然这位父亲大人没有 也不敢出言向那方讽刺 可是脸上表现却展露了一切 第二件事情 便是欢迎郭大人终于从江南回来 重入督察院任左督御史 此言一出 席上顿时热闹起来 督察院左督御史 可是个相当要害的直思 那位姓郭的大人自今的笑了笑 端起杯中的水酒浮经一番 只是眼光落在栏杆那头时 就如侯启长一般 脸色变得相当不自然 郭御史 姓郭 明征 正是当年在京都府里 要整治范贤的那位人物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 京都人只怕早已经淡忘了这件事情 但郭征相信范贤不会忘记 自己也不会忘记 因为在江南内库仪式中 郭征也是站在了范贤的对立面上 酒未过三巡 栏杆那头沉默的三人却已经先吃完了 范贤牵着大宝的手 向着楼梯处走去 汤子经沉默地跟在后面 三人要下楼 必将要经过官员们集聚的这一桌 不其然的 这一桌子上的官员同时安静了下来 带着一丝紧张 等待着那位小爷赶紧走掉 偏生范贤没有走 他的人很自然地来到了这一桌的旁边 微笑看着诸位官员 大理寺父亲一看势头不对 尴尬地笑着站了起来 拱手行礼 说道 原来是小范大人 下官 下官二字一出 他才发现不对劲呢 对方如今已经是白身 自己身为堂堂大理寺父亲 怎么可能说出下官来呀 这位父亲大人 乐乐住了嘴 江心一横 勉强笑着说道 要不要一起坐坐呀 范贤笑着摇了摇头 这时候侯继长早已经惶恐地站了起来 低着头对范贤失了一理 冷汗浸透了他的后背 偏生范贤看也不看他一眼 就像他根本不存在一般 偏生就是这种无视 却让桌旁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丝寒意 范贤没有看侯继长 他看着身边新任的左都御使大副郭征 清声说道 三年前就很好奇 我把你流放到江南去 整得你日夜不安 后来京都叛乱事发 你明明是信阳的人 怎么陛下却没有处置你的旨意呢 后来我才想明白 原来你见势头不对 抛弃了我那位可怜的岳母 借着督察院里的那点旧情 抱住了贺宗伟这条大腿 范贤笑了起来 摇头叹息道 贺宗伟那一丝啊 是三姓加奴 你这墙头草 自然也学他学了个十足啊 如今的贺宗伟 在朝中是何等样身份的大人物啊 范贤这般诛心的一句话出口 桌上所有的官员都坐不住了 豁然站起身来准备贺吃什么 哦 我错了 贺宗伟不是三姓加奴 他服侍的这几任主子都姓李 范贤摇头说道 应该说 他是李家忠犬才是 大理寺父亲终于忍不住了 含着脸说了几句什么 天生范贤却是四若未闻 只是冷冷地看着那个浑身颤抖的郭征 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能调回京都 出任左都御史一职 想必是在江南立了大功 我就在想 我在江南的那些下属的死 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我争将心一横 韩生说道 本官奉旨般差 莫非小范大人 有何意见 很好 终于有些骨气了 这才是御史大夫应该有的样子 范贤缓缓说道 我知道 你今天进京 所以我今天专程在这里等你 新封馆里的气氛 顿时变得有若暴风雨前的宁静 安静的令人心急 专门等郭征 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呀 虽然直到此时 依然没有人相信范贤感冒天下之大不韦 在这京都要地做些有辱朝廷的事情 可是 看着范贤那张越来越漠然的脸 所有的人都感到了一丝寒冷和恐惧 跟随这些官员进入新封馆的护卫并不多 毕竟谁也想不到 就在大理寺的对街 居然会出现这么大的事情 感觉到楼上的气氛有意 几名护卫冲了上来 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 范贤笑了笑 大理寺父亲尴尬地陪着笑了笑 郭征十分难看地笑了笑 然后一盘菜 直接盖在了郭征的脸上 菜枝和碎瓷其非 同时在这位玉石大夫的脸上 泵裂开来 化作无数道射线 喷洒出去 与此同时喷洒出去的 还有郭征脸上喷出来的鲜血 范贤收回了手 摁在郭征的后脑勺上 直接摁进了硬梨花木桌面中 如此硬的桌面 生生压进去了一个血肉组成的头颅 喷洒一声 硬梨花木桌面 献出了几丝细微的纹路 郭征的颈椎全断 血水从他的面骨和梨花木桌面的缝隙里边渗了出来 像黑水一样 哼都没有来得及哼一声 刚刚在江南替朝廷立下大功 回到京都兼任督察院 佐渡御史大夫的这个郭征大人 就这样被范贤议长拍进了桌面 变成了一个死人 一阵死一般的沉默 在场的所有人都傻傻地看着桌面上 那个深深陷进去的头颅 和那满桌与菜汁混在一起的血水 说不出话来 因为根本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幻觉 当街杀人 杀的是朝廷命官 在众多官员面前杀了一位佐渡御史 这是庆国京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也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所有的人根本都反应不过来 只是看着这一幕场景 就像是看一出十分荒谬的戏剧 终于有位官员反应了过来 他惊恐地尖叫一声 然后双眼一翻白就这样昏了过去 护卫们冲了过来 向范贤攻了过去 然而只听到啪啪数声闷响 新风管的二楼木板上 便多了几个昏厥过去的身体 范贤依然尽力捉盼 就像根本没有出过手一般 大里斯父亲伸出指头 颤抖地指着范贤 就像是看见一个来自幽名的恶魔 忽然行走于阳光之下 他根本说不出来什么 咽喉里边只是发着可怜的 呜呜之声 范贤的双眼毫无表情 冷漠地看着他问道 听闻这一个月里 大里斯在你的授意下 对我的属下用刑用的不少啊 我有三个属下 在狱中被你折磨而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颜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静于眠 大里斯父亲忽然大叫一声 像兔子一样的反身就跑 看尸头 这位大人准备翻过栏杆 哪怕摔成重伤 也要从新风馆里跑出去 然而范贤既然已经开始动手 怎么可能让他跑掉啊 只听得一阵风声扶过新风馆的楼阁 再听到啪的一声脆响 砰的一声闷响 大里斯父亲的颈椎就此断裂 头颅也被惨惨地拍进了 硬梨花木的桌面之中 血水顺着桌面开始向地下流淌 两具朝廷大员的尸体头颅 就这样掀进了桌面 再也难以脱离 他们的尸体半跪余地 穿着厚靴 那个脚尖处还在抽搐着 场景看上去十分恐怖 当街力杀两人 新风馆内的一片鬼窟神嚎 范贤却是面色不变 转过身去 新风馆的一名伙计 不知何时 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众人身后 递过去一条热腾腾的毛巾 范贤接过毛巾仔细地擦了擦手 有些厌恶地将毛巾扔到了地上 牵起大宝的手往楼下走去 对那个伙计说道 可以开始了 从范贤走到这张桌旁 到他用最残酷的手段杀死两位朝廷大员 再到他下楼离开 他没有去看侯继长一眼 满脸惨白的侯继长颤着嘴唇 将目光从楼梯处收了回来 落在那两具尸体的身上 看着桌面上 那些不知道是脑浆还是菜豆花的这个雾事 在血水中流淌着 无尽的恐惧占据了他的全身 他终于忍不住弯下身体 止不住地呕吐起来 宋舅爷回府 在新风管下 范贤将大宝扶上了马车 对滕子经说了一句 便目送着黑色的马车向着南城行去 而范贤单身一人 却开始向着皇城的方向行去 范贤并不担心那辆归家马车的安全 因为沿途有六处的舰手在负责保护 正如在新风管上说的那样 杀人乃是为了监察院的部署报仇 虽然他如今已经不是监察院的院长 然而事实上只要他愿意 他就将永远是监察院的院长 影子回到京都 重新整合了那些 本来就一直藏在黑暗里的六处舰手 而海棠 尤其是王师三郎的到来 让皇宫再也没有任何办法 去阻止范贤 重新联络监察院八大处里边 忠于自己的人们 监察院已然风雨飘零 今天就算是这个阴森院子 最后的一次光彩吧 今天陈检 范贤以监察院院长的名义 向监察院设在各处的钉子和刺客 发布了最后一道指令 他不知道 有多少密探和官员会跟随自己 然而范贤相信 自己手下的那些儿郎们 肯定不会让自己失望 深冬的寒风在京都的大街上吹拂着 距离入宫的时间还有一会儿 范贤一个人 孤零零地沿着大街行走 向着远方的那座皇宫行进 他沿途看着京都的街景 贪婪地呼吸着京都的空气 似乎想将这一切都铭记在自己的记忆之中 即便死了 也不要忘记 就在范贤离开新峰馆后不久 一只闭门不开的监察院一处忽然全员进出 一百余名身着黑色官服的监察院官员 杀气腾腾地涌进了他们的老邻居 如今最可恶的新敌人 大理寺 不得不说 范贤挑选的这个初期 确实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此时位置正午 而大理寺里面的官员们 却早已经与各部的官员 自行去潇洒风流快活去了 大理寺衙门 在这些如狼似虎的监察院官员面前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而这恰好也符合了范贤的期望 不要有太多的庆国官员 会因为这一场动乱而流血 要死的那些朝廷官员 自然有必死的道理 都是一些经过范贤精心挑选的目标 而一处近战大理寺 只是要将那些被朝廷 押入大牢的同僚们救出来 范贤走过长街 转过沙河街 在摊贩的手上买了一串糖葫芦 津津有味的吃着 随手扔了一片金叶子 自然懒得要找灵 他很感谢京都的糖葫芦 因为当年正是靠着那个孩子手上的糖葫芦 他才没有在庆庙迷路 今日五间 户部尚书 正在议食局里边请客 他请了刑部的侍郎大人 还有几位交好的友人 不出意料 都是贺系的中间人物 尚书大人轻缕短须 在这冬天的暖阁里边危感得意 经历了三年的辛苦折腾 他终于将前任尚书范贤留在部里的阴影 清除干净了 属于范府的独立王国就此不存 他终于成了真正的户部尚书 虽然为了抵抗来自范府的压力 他很主动且谦卑地站到了赫大学士的身边 但他并不觉得屈辱 因为贺宗伟本来就是门下中书的大学士 而且站在贺大学士的身边 就等若站在了皇帝陛下的身前 这是一种荣光啊 本来今天这次宴请 应该是在晚上才显得比较正式 然而前去贺府打探丰盛的门客打听得清楚 而且年前下朝会之后 贺大学士也有交代 初期这日宫里有些事情要做 所以贺大学士不可能亲自前来赴宴 所以才将时间挪到了中午 虽然略感失望 但户部尚书也是觉得松了一口气 贺大学士不到 自己便是这一桌官员中位分最高的那个人 听到耳边传来的阿谀声 心情何等舒畅啊 尤其是想到刚刚秉承贺大学士的意志 互不强行插手 将京都府衙门玩得愈先愈死 逼得那位硬骨头的孙静修 不得不黯然辞官 最终还是还不出义罪银 被锁入大牢之中 上述大人便开始感觉到愈先愈死 你拿什么和本官斗啊 不就是仗着生了个好女儿吗 待你那女儿被迈入教坊之后 本官也要暗底里去让你那女儿愈先愈死 就一上头 就在户部尚书 这个大人围绕着愈先愈死这四个字绕圈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到 在暖阁里服侍众人的那位女子 眸中闪过一丝脚下阴毒的光芒 尚书大人当然不知道 自己喝的这些五粮液里的毒 足够让他愈先愈死无数次 庆历十一年正月初期 一时居大火 暖阁进城推圆残壁 护不上书行不试狼 等几位鹤派中间官员丧生活场 阴久殉职 大火起时 范贤已经啃完了糖葫芦 提着一把新买的黑布伞 走到了美丽的天河大街上 他将残留着糖渣的竹签 随意地扔进了洁净一场流水逐落叶的 接盘轻驰中耸了耸肩 一点不为自己的污染环境的举动自责 然后他看了一眼监察院正门口 那块正在被拆除的黑石碑 以及那块石碑上越来越少的金字 凝视片刻 摇了摇头 忽然间一阵硕风吹过 雪花开始飘了下来 雪花落在了贺宅冷清的门口 贺大学士清正联名 最恨有人送礼 所以在府门处养了两只恶犬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一招是当年城海紫爵府 也就是严若海大人的首创 不免暗中匪孝贺大学士识人衙会 然而不论如何 这两条恶犬 还是替他挣了不少的清明 两条狗被缓缓落下的雪花 惹恼了性子 拼命地对着老天 吠叫起来 动犬费雪 哪有丝毫作用啊 雪依旧是这样缓慢而坚定地下着 两声悲鸣 两条恶犬倒闭于地 十几名穿着百姓衣上的刺客 警惕地控制了清静贺府的周边 然后悄悄地摸进府中 范贤眯眯着眼 看了看天 打开了黑布伞 蒙住了自己的双眼 蒙住了这天 雪花积在黑布伞上 融化得有些快 无法积聚起来 让他有些不喜 就这样走着走着 便走到了皇城之前 他没有去正门处等待通船 而是绕着皇城跟 在禁军们警惕的目光之中 走到了门下中书省 那一流相当不起眼的平房处 范贤推门而入 胆了胆自己身上和头上的雪花 将流着雪水的黑布伞 小心翼翼地放在门口 对门内那些目瞪口呆的官员们 笑着说道 喜酒不见了 坐在暖炕上 认真审看着各式奏章的贺大学士 缓缓抬起头 看了一眼门口 这位不请自来的贵客 眉头皱了起来 说 敬余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